达瓦兹 意为高空走大神 是维吾尔族一种传统的杂技表演艺术 2006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月30日 冬日阳光照在新疆阴极沙县 新疆阿迪利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的训练室内 18岁的诺尔曼鼓励穿着8厘米高的高跟鞋行走在钢丝上 这种艰难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三年多时间 如今 他已经熟悉了这套复杂的表演技巧 2019年9月 诺尔曼鼓励和队友 荣获了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技巧类表演项目一等奖 穿上高跟鞋 在钢丝上行走的创意 来自新疆阿迪利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的创办者阿迪利 他是第六代传人 他带着钢丝技艺成功地行走过中国多个地方 如今 由他创办的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里的22名学员 都有着清晰的目标和一套复杂的训练体系 诺尔曼鼓励说 穿平底鞋走钢丝如履平地 穿高跟鞋走钢丝如铃峭壁 回忆最初的练习 诺尔曼鼓励说 只有睡觉时不穿高跟鞋 有空就是穿高跟鞋在地下走 然后先是50公分 在上面掉个身子 先抓那个身子走的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把身子也送掉了 然后空手走了 然后慢慢拿平衡感走了 先是50公分 然后一米 一米的时候就是觉得还可以 两米也可以走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长了 然后最后是20一米 达在维吾尔语是悬空之意 瓦兹是指嗜好做某件事的人 和努尔曼鼓励一样 历经7年达瓦兹学习 以妈木在离地20米高的绳索上 向中心社记者展示了一套高难度的达瓦兹奇异 现在习惯了 所以不怕 我很喜欢这个达瓦兹 所以减去连 继续连 想想很多人 看看我们的达瓦兹 兼有体育和杂技双重特点的达瓦兹记忆 从1997年6月22号 达瓦兹传人阿迪利·务首尔 以13分48秒成功地横跨了中国长江三峡 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记录之后 古老记忆新的传承 更得益于新德传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